好,那我们接着再来看啊 我们说面对前苏联要继续往外扩张呢 所以西欧这边啊,同学看到没有 英国,法国英国何比鲁 他成立了什么,布鲁塞尔公约 大家什么,要联合起来啊 因为同学看到没有,除了英国英法算是中型国家之外 何比鲁什么,更小啊 所以一定要结盟起来才能够对付嘛 对不对,所以呢,同学看到没有 他们在1948年,刚刚有同学很好问到说 老师这边怎么没看到德国啊,你不是讲欧盟吗 同学注意了,刚战败啊 你德国是战败国 你没有说话的余地啊 同学注意看,德国在欧洲的情况和日本在亚洲的情况不一样 因为德国,同学注意看 其实是什么啊,透过欧盟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终极透过这种双层的什么啊,两个区域组织 把终于把德国钳制住什么啊,让他不至于在独强的过程中什么啊 让别的国家连喘息的空间都没有 我双重的组织把你钳制住 让你德国,什么 取消你想要称霸的念头了啦 那不仅是德国,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欧洲再也不要面对哪一个国家独强 想要控制全局的这个情况哦 那但是当时德国是战败啊,对不对 所以还没有你什么啊,你没有说话的余地 那但是后来为什么就有说话的余地呢 所以同学先注意看 这个组织它的合作,同学先注意看 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前身 因为大家有共识 哦,你这个苏联什么啊 原来跟我们是盟国啊 你原来跟我们是在二战期间的同盟国啊 那对不对,那结果我们也都产胜啊 那你在一定程度上产胜之外 因为你的规模各方面什么都比较大 所以你,你现在主导啦 所以变成说对于这些欧洲国家来讲 又出现了一个噩梦啊 因为欧洲又要出现一个什么 超级强国啦 看到没有,就是你苏联啊 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啊 对不对,所以才结盟起来什么 要对付嘛 那好,那接下来,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德国呢,其实真的要感谢苏联啊 他往外侵略,对不对 或者他要往外发展啦 因为那个时候讲侵略 还太,太沉重了一点啊 因为他那时候,苏联也是产胜嘛 对不对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 同学注意看啊,苏联的势力往外扩张 那欧洲都是产胜啊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哦 1948年设立了欧洲经济委员会什么 和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合作 这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 美国的发什么 马歇尔计划的什么 各项补助援助什么 欧洲重建嘛,对不对啊 因为你,惨败了德国 还有惨胜其他国家 你们要重建没钱啊 对不对,所以我美国 同学注意看,那美国愿意什么 援助他一方面什么 那当然他的影响力可以进去之外 也是希望他们赶快站起来什么啊 协助美国围堵什么啊 苏联红军的势力要不断的往外扩张啊 对不对啊,那但是马歇尔计划呢 同学注意切记哦 天下没有白拿得起 好,我马歇尔计划来援助你什么啊 重建,那举例来讲 盖房子,要木材 要钢筋水泥灯啊什么这些 对不对 我马歇尔计划给你的钱 不是让你随便去买哪一锅货 你要盖房子 你所有的钢筋水泥木板什么这些 还是要买我,买我美国了 也就是说你是穷光蛋了嘛 我先借,你是穷光蛋 但你没钱买我的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我先借钱给你 但是只能买我的东西 看到没有 所以天下没有白拿的钱哦 所以同学注意到哦 国际之间的元素基本上 我就可以什么啊,指定用途啊 看到没有,所以没有什么 哦,国与国之间同学 切记绝对没有在做十善事业的 哦,永远是精算自己的国家利益啊 对不对 那谁要你们拿我的钱啊 你有本事不要拿啊 对不对 哦,好 所以同学注意看 美国其实经由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使得 其实什么啊 美国到今天对于欧洲国家的影响力不容小看哦 虽然欧洲国家是他的文化的母源所在 欧洲国家本身的工业各方面的基础 也都在水准之上 但是美国今天对于什么啊 欧洲的影响力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什么 排除哦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老师一上课就说 哎,同学们啊 把电子产品可以收了吧 对不对 其实同学注意看 我们这边同学上网啊 24小时上网 对不对 那对于 其实对于人体来讲 别的不说吧 先对我们的眼睛其实是什么 蛮不好的嘛 对不对 各种电子产品 直到最后都伤我们的眼睛 所以德国呢 其实德国的规定什么 一个人 一天他们有研究出来 你大概坐在电脑面前 或者是对了那个什么 手机也好 平板电脑也好 你大概连续四个小时 对人体是一定有伤害的 所以依据他的法律 他本来是要制定什么 如果在企业或在工部门 如果你的雇主 或你的老板 让你一天持续四个 超过四个小时在什么 在电脑面前工作的话 这个老板是要受处分的 也就是什么 网路啊 电脑这些什么 不可以二十四小时开机的 进而保护人嘛 以人物 国家处理的是人啊 对不对 那当然 那对不起了 在美国的施压之下 因为我们知道相关的大的厂商 都是美国的大厂商嘛 因为这种机器大量生产什么 对于资本家来讲就是什么 机械化的生产 就应该是二十四小时不关机的嘛 对不对 哪有关机的啊 对不对 人可以他说好 那三班制轮流上班嘛 但是机器不能关 但是问题机器不关 不管哪一班 特别是上一班的人 身体是最伤的嘛 对不对 那德国本身要定相关的 保护德国人健康 因为我们知道 德国人对于什么 德意志民族的什么 健康是非常在乎的 因为你这国家的人 不健康的话 什么 你这个国力是无从抬起的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 那对不起 在美国强大的施压之下 什么 德国这个法律 只好做妥协啊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影响力 是从马歇尔计划 那个时候什么 就打他来的基础 所以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这欧洲的整合呢 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把美国的影响力 慢慢的什么 往外推 所以同学注意到 后来当然 现在美国也不得不承认 当时没有阻止什么 这个欧盟继续发展呢 是美国外交上的严重错误 懂吗 这个意思吗 好 那回到这个地方来呢 我们看啊 就等于说好 我给你援助你的目的是什么 对付这个 除了原来的反法西斯之外 还要什么 对付共产独裁 对不对啊 那还有什么 要改造啊 要改造啊 要改造什么 其实同学注意看 一样 民主是什么啊 我们要追求的共同目标 同学注意看 我们觉得很奇怪 这不是欧美国家老教训我们 什么 要我们要民主啊 对不对 同学注意看啊 对于他们来讲 特别是什么 大家注意看 欧美国家来讲 其实他们不认为德国人有民主思想 他们不认为德国人是一个民 德国人具有民主思想 德国人是服从权威的 这个这个德国人的民族性 就是服从权威 没有什么民族思想 所以战后的改造呢 要先从什么 这方面下手 那同学会想了 诶老师 那德国不是在二战期间 二战之前也有德国议会啊 那是没错啊 那但是为什么 同学看到没有 我们说议会民主体制之下 培养出来的超级独裁者 是哪一国啊 同学注意啊 希特勒是合靶子吗 希特勒是合法的哦 合法的取得执政权的哦 他就是透过议会产生的啊 看到没有 所以西方国家觉得什么 不放心德国人 你们这个德意志民主什么 你们的思维里面完全没有民主 你们只有什么 权威 那当然其实同学以后 如果你跟德国人打交道的话 你可以注意看的确在生活层面什么 当然你可以讲很好听 德国人很守规矩 德国人你从生活层面看 他的确也是比较服从权威的 生活层面 举例来讲好了 举一个生活上的小例子 举例来讲 我们多汉大学学校说 某年某月某日 学校要检查什么 消防系统 大概我们没人理 有没有来检查 我们也搞不清 来的那个人是谁 我们也搞不清 那德国不是 局来讲宿舍 宿舍 局来讲明天轮到男生宿舍 要检查消防系统啊 那我们同学 你们大概就是照常去上你们的科不管 对不对 那他们不是喔 消防人员一来一进去 你看每个什么 宿舍里面的人就站在他门口 一丁一丁检查 宿舍里面的男同学 当然不管男同学 女同学都一样了 就在男口什么 才对 同样的报名 大家所知的今年的什么 世界杯足球赛是哪一国的冠军啊 对啊 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在研究 为什么 而且这一次德国 德国的队员都很年轻 从小开始训练打足球 一直训练二十几年 他不拿到全世界冠军 他都开始去装墙了 对不对 他也是什么 从小 他就是集训啊 对 一样啊 也是都很守规矩啊 所以德国的球员 私生活也不会乱七八糟啊 然后 胜利了也没有得意忘形的 去乱喝酒乱闹事也没有嘛 他 系统不同权威之下什么 权威所带来的智力 他也遵守啊 看到没有 所以西方国家怕的就是 他的这个民族性 这一个里面 没有民主的概念嘛 所以同意注意看 所以战后的改造 我们会觉得奇怪 怎么搞的 欧洲也在强调什么 民主啊 这其实就是指的德国 好 接下来就回到刚刚同学问的了 所以同意注意看 我们说大概二战是1948年 会 1945年差不多陆陆续续终止嘛 对不对 但是 同意注意看哦 你 你战败国不是你影响 这一定1951年哦 同意注意看了没有 德国当时 所以德国当时第一任的 那个时候的总理艾德诺 事后也得到德国人 那么大的尊重 也是他当时的什么 帮德国抓 那当然我们先讲一个额外的 德国人研判了德国什么 人类学家 研判德国战后第一任的总理艾德诺 应该是蒙古人的后一 因为他也是超级大饼脸 他跟西方的西方人 那种立体的五官不太一样 他就是超级大饼脸 然后扁扁扁的也没什么高饼子 也没有 大概真的就是很像 他站在西方人里面 你的确先警觉到他大概今天跟什么 哈萨克啊 什么那些人是比较相似的 那德国的人类学家 他研判啊 他应该是蒙古人的后裔 因为我们知道蒙古什么 什么赏荡什么 整个欧洲嘛 对不对啊 好 这是额外的话啊 那好 那他当时呢 他就有 他就告诉德国人 就说我们如果战后要能够站起来 快速的什么啊 为西方国家所接受 或者说整个欧洲国家在接受我们 第一 我们一定要承认 我们犯的错 然后跟人家道歉 这是第一个啊 你这一点不做 你德国你的地理位置 你就是夹在欧洲中间嘛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动作不做的话呢 你永远周边国家都和你为敌 你永远翻不了身 别人永远联手起来 什么啊 围堵你啊 看到没有 因为我们知道德国 集团员注意看啊 德国和中国比起来啊 从古到经历史 分分合合 德国这个国家分裂的历史 是比统一的时间长的啊 啊 所以德意志民族对于国家的统一和强大 什么啊 这让法国人都头疼啊 就是你们有歇斯底里的什么啊 要求啊 就是说 作为一个德意志人 我要求我的国家要统一要强大呢 好像变成是一个歇斯底里的一个渴望 就是因为什么啊 它的历史什么 分裂的时间是比统一时间什么 长的 因为你一分裂什么啊 德国人漂泊在整个欧洲大陆 被人家欺负啊 看到没有啊 那中国再怎么分裂呢 是统一的时间比分裂的时间长 好 那德国和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老师之前有提到过 就是邻居都很多 你邻居多呢 你就一直要想办法什么啊 处理 要么你就堵强 真的把这些邻居通通打败 要么你就要想办法跟这些邻居和平相处啊 那你之前想把人家打败 结果你自己是惨败啊 对不对 你输了嘛 你做不到嘛 对不对 你希特勒做不到啊 那只好什么 大家就面对现实 公开道歉 然后请求别人的原谅 接下来 你只能走跟人家和平共存的路线啊 你只能跟邻居什么 和平相处啊 你本来想吃别人 结果你没这个实力啊 已经证明了没这个实力 所以你只好换一条路线啊 对不对 那好 那问题是 老师这样上课讲容易啊 对不对 那问题是什么啊 被他打败的这些国家 愿不愿意再接纳你啊 你光道歉没有用啊 道歉的话谁不会讲啊 你要付出具体的代价 还要有具体的行动 让人家知道 第一 你是真道歉 第二 你真的以后不会再打别人啦 然后什么 你没有这个意愿之外 接下来更要确保的是什么 你没有这个能力打别人 人家才放心啊 对不对 要不然口说无评啊 对不对 那好话希特勒以前也讲得更好听啊 就到最后你还不是打我啦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好 那好 好话 道歉 你刚刚的什么啊 你是不是要先处理啊 对不对 那怎么处理呢 所以同学注意看了没有 也就是说什么 煤在当时还是主要的什么啊 能源嘛 对不对 那钢 是一切什么 军火的基本材料 对不对 所以煤和钢 我自己先交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德国的鲁尔区 那个地方沿岸是产相当的煤嘛 可能煤的量还不少 好 所以我把这两样先交出来 这是第一步 因为这两样呢 是最核心的嘛 所以我怎么交出来呢 我完全交出来呢 那我的老百姓也不原谅我啊 对不对 那不变成什么 你这个变成什么 德接纳 对不对 把自己国家的东西怎么都送给别人了 哪有这种国家领袖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这几个国家 德法义和比鲁这几个国家 签订协定的这几个国家呢 同学注意看 我们共同组成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呢 就负责什么 德国鲁尔区的煤的产销 生产行销利润 大家评分 那当然钢 因为我们知道 炼钢拿什么 这些也是要靠煤啊 对不对 因为当时的主要燃料还是煤嘛 对不对啊 所以煤和钢的所有的生产 各方面的产销 都是经由这一个什么 这些国家组成的煤钢 有些班都联营 有些班都联盟 来什么 一起什么 处理 这是第一步 这样子让你们放心我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意愿 也没有这个能力什么 在自己拔在我的什么 军火边 看到没有 这是第一步嘛 因为战争马上想到就是军火嘛 对不对 我这第一步先拿出来 那讲军火就太沉重了 所以什么 煤钢联盟 或煤钢联营 好 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要完全合作哦 1951年 一直到1957年 你们要注意看 中间经过六年的磨合嘛 就是说 因为你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个经验 跑到别国去经营别国的煤和钢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也需要磨合啊 对不对 所以花了六年的时间来磨合 一直到了1957年 你们要注意看 在罗马呢 签订什么 可以看到咯 经济联盟 经济共同体 还有更重要的在这里 煤钢交出来还不够 看到没有 这个啊 原子能 也要交出来哦 因为煤 我们说 煤之外接下来下一步 在二战期间 为什么 老师刚不讲吗 二战结束之后 苏联美国 跑到德国来都抢核能物理学家 就是他在这方面 在实验室已经没问题了 所以呢 那其他国家没有啊 人家也一起要把你怎么 一起控制住啊 所以看到没有 在1957年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原子能 对不起 你也一起要交出来 那当然 就没有讲的那么难听了嘛 你说那我们一起发展吧 共同合作 来发展原子能吗 对不对啊 这样子把你可预期的先进武器的发展 也掌握住 然后民生相关的相关的什么啊 核能发电什么大家都什么啊 一起掌控啊 对不对啊 所以可能要注意看了没有 辅导危机的时候 日本的辅导这个不是核能外泄吗 德国也在啊 他把这个当时我们先不讲 当时其实什么 他的日本辅导这个核能外泄 其实什么 之前什么 国际原能总署就已经知道了 所以派人什么 盯着日本要调 那当然这个日本自己内部什么 他出了问题 所以辅导危机实质上是人祸 实质上是人祸 那即便如此 当时国际原能总署 其实有派德国的什么 核能物理学家进到这个厂 就在这个厂 还在协助他们处理的时候 他外泄 所以同样注意看啊 大概别的国家的核能物理学家 在里面大概也逃不出来了 但是当时德国三个年轻的核能物理学家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他们搞出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 跑法无伤的逃出来了 那但是真的也吓得什么 后来事后也记不起来自己怎么逃出来的 那就可以想见当时福岛内部 那个爆炸的那个情况 的确真的很吓人 但是老师要强调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必定是他们 他们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弄出来了 所以这些危机呢 大概也只有他们知道什么 问题也在哪个地方嘛 所以国际原能总统部署也才会派 德国的核能物理学家进去协助日本来处理嘛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情况 也因为是你弄出来的 所以大家在1957年就要制约你嘛 你有别人没有啊 那你以后要怎么样 谁也无法预估啊 那就太恐怖了 对不对啊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就先把你给制约住 所以1957年 这些国家呢 又在签订了罗马条约 把煤、钢、原子人一起共同发展 然后市场方面 这里面就牵扯到经济方面的合作 所以我们说1957年 当然1958年生效 这个罗马条约 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欧洲和平发展的基础 就奠定在这个条约之上 罗马条约 它取代了之前 我们讲的西巴利亚条约 或者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透过罗马条约 解决了1648年 对于什么欧洲人 所带来的种种的什么 往后的种种的战争 那个源头 终于什么 处理掉了 所以我们说欧洲什么 在1958年 这个罗马条约呢 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那当然是正面的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我们说1960 所以注意看 一直到这边 因为欧盟今天28个会员 但是一开始只有六个 其他国要在观望 那当然这六个呢 何比如对于我们台湾来讲 特别有起发性的就是什么 他们的规模在跟我们差不多 或者比我们更小 对不对 但是他们呢 在外交上是反应特别快 即便当时看起来 有一点什么 丧权辱国 也要挤进去什么 先赶快什么 因为当时以他们的角度来讲 那他们更可怜 当时被希特勒是什么 踩平了又踩平 你这几个小国 在希特勒的眼里 根本不是什么 那就踩平了 对不对 那同学注意看 如果他们的老百姓 不支持他们 立即又跟德国合作的话 其实真正也做不成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些小国的老百姓呢 他们什么 高度理性啊 看到没有 因为这的确什么 透过这个可以什么 钳制住德国的经济 军火还有原子能的发展 对不对 所以你即便很痛恨德国人 你那时候也只好 化干戈为御国了 董老师的意思吗 那但是同学注意到哦 那你说老师啊 那照你这么讲 他们都是大圣人咯 当然不是 他们愿意化干戈为御国 除了他们很会精算 他们自己的利益之外呢 他们也要巩固他们自己的利益啊 所以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战胜国也就是盟军 对于德国的控制 也就是说我终极要肢结你这个国家 因为你这个国家别的不说吧 你看你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你发动的啊 那如果不测 刚才老师只是讲在民主 因为德国人的思维里面好像没有民主思维啊 都是服从专制 服从权威啊 其实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别的不说嘛 其实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先不讲远的 就讲今天好了 德国总理啊 这个女性梅克尔 这一次选举完了 他虽然选胜了 但是他也没有过半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以西方国家的观念来想 那他只要再跟一个小绿党结盟 他就过半了 他就可以什么 绝对 他就可以取得主导权了 但是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他没有这么处理 他找第二大战 也就是我们台湾的国民党加民进党 组织联合政党 有没有注意到 德国人有什么反对 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按照常态之下来讲的话 大家一定会批评啊 我当时支持你 因为我们知道第二大党 是比较导向劳工的 第一大党是导向资本家 就资本家跟劳工的结盟 除了内部没有反对势力之外 所以你们觉得这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德国支持劳工的人 不挑战这件事啊 那支持资本家的选民也不挑战这件事啊 我当时投票是要你为我这个劳工谋福祉啊 结果你现在还没为我谋福祉 你先跑去跟资本家合作 怎么没有人 从这个角度 是不是看到德国人 服从权威的这个民族性 隐隐约约还在啊 所以你要改造别国的民族性很难啊 看到没有 记住看到没有 全世界除了大陆之外 现在执政的人 可以把自己国家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意 你抓在手里的只有德国 他就透过这样子安排 第一大党和第二大党结盟组织联合政府 那其他人还能活吗 其他的党要干嘛 度假去了吧 那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们国家有钱嘛 你就去度假了吧 跟你讲什么都没有用了 对不对 没人反对啊 不是很奇怪吗 你从他民族性的角度来看 是就可以解释了 这件事在别的国家 没办法发生 看到没有 那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也就是说 老师刚刚讲的好像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人 都是圣人 怎么搞得愿意六年之内 就跟德国人化干戈为余国啊 你们也太廉价了 人家没钢一拿出来 你们就点头啦 不是的 你们注意看 那之前的前世呢 你们看到没有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战胜国为了改造德国 或者是说 让德国永远翻不了身 断了你想要称霸欧洲 称霸世界这个念头 你们看到没有 我分裂你这个国家 我不仅分裂你这个国家 我还分裂你的首都 看到没有 二次世界大战 大家有没有知道 对日本 因为我们知道 日本和那个 德国是什么 走心国嘛 还有意大利啊 这三个国家 你们是战败国啊 你们是轴心嘛 对不对 战败国 那为什么 大家只把德国给切了 因为我们知道 那法西斯的这个 源头是意大利的莫索里尼啊 那意大利人 你不需要分了啦 他自己都头脑不清啦 对不对 反正黑手党 就已经把他搞定了 把这个国家搞垮了嘛 你还去分他不必了 他自己垮了嘛 对不对 那大家也没想 把东京切成四块 把日本又切成四块啊 西方国家 看不起日本 全世界大概 最亲日的地方 就是台湾嘛 西方国家人 其实是看不起日本人的 所以不觉得 你有这个能耐 董老师的意思嘛 所以只有你德国 因为你也证明了嘛 两次世界当然 都是你搞起来的 不用怪别人了吧 这全世界公认的嘛 对不对 你一次就已经够 够吓人了 就你再来第二次 那第三次 是不是又是你啊 对不对 所以不能再讲第三次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从来看到没有 二次世界大战 其实战胜国 要彻底肢解德国呢 其实是什么 第一 就把他首 这国家分裂了 第二什么 首都也分裂了 第三什么 德语区 我也把你给拆了 因为我们知道 讲德语的 不是只有德国吗 还有奥地利 还有瑞士德语区啊 所以看到没有 所以奥地利什么 其同学注意看 奥地利不想变成中立国啊 但是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之后什么啊 我不仅要把德国拆了 我要把德语区 因为你们的影响力 实在太惊人了 对不对 所以要把你彻底肢解嘛 其同学注意看啊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什么 德奥嘛 对不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 德奥的结盟啊 对不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是啊 同学注意看 好 好 来来来 希特勒是哪一国人 希特勒是德国人 你同不同意 同意 老师怎么问这么蠢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你呢 对 同学注意 希特勒是奥地利人 你看 记住吗 希特勒是奥地利人 只是说对于德国来讲 历史上奥匈帝国啊 或者你看 基本上 他的影响区都是什么 德国啊 这个匈牙利啊 奥地利啊 这一区全部都是德国 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讲 奥地利不算外国 懂懂是个意思吗 虽然我们说他们是两个国家 但他们自己看 不是看外国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那希特勒当时是因为二次世界大 一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然后再加上什么 欧洲全世界的什么 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嘛 对不对 那奥地利的情况也不好 所以他才什么 因为他什么 又是学美术的嘛 那在自己家乡 当然也找不到什么工作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家乡也很破败 所以他到德国慕尼黑的美术学院 念书 在那个地方接受到什么 一些法西斯啊 什么这些的 一些民族主义的一些影响 那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大家 那当然后来啦 他到德国慕尼黑美术学院念书之后 大概就没有在 就是说 就长期住在德国了 所以他们奥地利人到德国 也不必再换什么护照 身份证什么不必啦 对于德国人来讲 奥地利不算外国人 懂老师意思吗 所以奥地利人本身在德国找工作 就等同德国人是一样的 就所谓的国民待遇啦 就是因为你这整个历史发展 对他们都是一个同一个 一个历史背景的 所以二战结束之后 同学看到没有 就说西方国家不仅对德国 甚至对整个德语区呢 他都做了彻底的知己 所以奥地利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他根本没有想要变为中立国啊 但是都把他什么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你要当中立国先不管你愿不愿意 关键是什么 国际怎么安排你 怎么处理你 你不想当我都让你当 然后全世界都承认你是中立国 不承认你是别国 看到没有 那瑞士就更早嘛 瑞士带到现在已经八百 八百多年了嘛 中立已经八百多年了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奥地利他是不想当中立国的啊 所以民主国家共产国家对立结束之后 德国统一之后 奥地利马上什么 加入联合国 他马上什么 加入一些 加入欧盟 联合国是早在里面了 加入欧盟 加入北约 我不要当中立国啊 我是被迫当中立国的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 二战结束之后 战胜国对于奥地利的这个中立的情况呢 也没有像对瑞士一样说 我确保你是 没有讲明说让你是永久中立国 但是最起码什么 二战结束之后 我是给你定位在什么 中立国 你不准参加任何组织 国际组织 除了联合国之外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奥地利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完全没有他 就是不准你加进来 你是中立国 大家给你设定的 国际法的地位就是中立国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就是说战胜国要彻底肢解 德语区的什么影响力 因为我们知道 德语区在欧洲整个大概分布在欧洲的 核心地带精华区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工业水准就超高 所以要彻底把你这个影响力给肢解掉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好 今天讨论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呢 会有一天